大家好,欢迎回到明镜追击 从北京时间7月4日开始 中国的河北省多个地级市 就已经按照这个省的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的要求 取消了常态化的核酸筛查 而且明确规定 对于从没有疫情的地区进入到河北的人员 不再查验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 现在综合来看 河北省作为北京的政治护生河 就已经成为了中国的第一个取消常态化核酸筛查的省级行政区画 而倪月峰河北省委书记 也成为了中共中央委员中第一个公开对常态化核酸筛查说不的高级官员 中国的疫情防控究竟何去何从 所谓的动态清零到底能不能够走下去 以及这中间涉及到的多重博弈 包括洗礼关系 现在各方有不同的说法 先来看看河北省的最新的说法和做法 7月4日消息汇总下来 河北省至少有这么几个地级市 包括石家庄、张家口、宝定、唐山等等 就已经在常态化的疫情防控 具体来说在常态化的核酸筛查方面 做了重大的松动 突出的是这么两条 第一条河北省没有发生疫情的地区 原则上就不开展每周的全员预防性的核酸筛查了 第二条对于从没有疫情风险地区进入到河北的人员 也不再查验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了 也不再实施落地的核酸检测 那么有一些人进到河北以后呢 还是想来查核酸那可以愿检浸检 那你自己出钱就可以了 所以从核酸常态化筛查的角度来说 河北省这些地级市的做法 确实在全国范围内都是显得比较的宽松 河北省这些地级市 那它放松防控的依据是什么呢 直接的依据当然是河北省的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的明确的要求 那么河北省这个层面它的依据是什么呢 是6月28日下午中国国务院公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的第九版 可以比对一下第九版防控方案的一些白纸黑字 那河北省基本上是完全的对标 尤其是在第九版防控方案中 附件7其实是明确了中国常态化核酸的退出机制 看得很清楚了 那就是如果说一个地方它疫情有大范围的扩散的可能性 那你就查的多一点 连查三天 每天查一次 然后歇三天再查一次 那简单的说 一周至少是查四次 查完四次之后呢 如果说疫情得到控制 或者说没有新的疫情的发生 那常态化的核酸筛查就停止掉 这是比较紧急的情况 还有种情况就是有灵性的发作局部的阳性的案例的时候呢 连查三天 每天查一次 如果此后没有疫情发生 那么停止核酸 其实这个是第九版防控方案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它意味着中国官方过去普遍强调的 包括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所强调的常态化疫情防控 那已经把它的一个着力点 或者所谓的抓手就给它打掉了 因为中国的不管怎么样称呼它吧 所谓的动态清零精准科学防控等等 它最核心的一个工作 就是以核酸筛查为中心的扩大预防 所以核酸筛查在这个中间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么根据第九版的防控方案 居然规定了一个核酸筛查的退出机制 那么这个在6月28日中国官方给出的解读中 其实是没有提到这一点 或者说是回避了这一点 那么紧接着过了几天 7月2日河北省出了省这个层面的核酸筛查的退出机制 然后到7月4日就前面提到的几个地级市 已经明确说核酸筛查给它停止掉 河北的比较大胆的做法之中 至少有这么几个看见 第一点就是倪岳峰到底是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那么倪岳峰现在是河北省的省委书记 他同时也是河北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领导小组的组长 当然像别的不少地方一样 河北省呢应对疫情的领导小组组长 也是两个所谓的双头子 一个就是倪岳峰 另外一个就是省委副书记和省长 在中国省这个行政区划的层面中 比较早的对外喊出要暂停常态化核酸筛查的 其实是安徽省 安徽省的省会合肥市 那也是中国第一个地级市就暂停掉核酸常态化筛查的地方 当然现在因为疫情又有反弹 那核酸筛查又重新给它抓起来了 这中间比较特殊的就是 安徽省的省委书记郑山杰 他是所谓的三菲书记 他既不是中共中央委员 也不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同时也不是中纪委的委员 所以相比之下 那倪岳峰他作为河北省的省委书记 他是第十九届中共中央的委员 所以从明面上来看 那倪岳峰在中共党内的位置分量 要比郑山杰要高一点 要重一点 今年四月份的时候 倪岳峰是从中国的海关总署署长的位置上 空降到了河北省来做一把手 考虑到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6月28日去到了中国省会武汉进行视察 他在视察过程中就特别强调了 要坚持动态清零 同时肯定了当地社区 包括核酸筛查在内的一些常态化的防控手段 所以作为中共中央委员中 第一个对常态化核酸筛查喊不的官员 那倪岳峰 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个考虑呢 这就涉及到第二个比较核心的看点了 海外的舆论普遍认为 究竟是要继续抗议动态清零到底 还是说要保经济稳就业 保住大盘为主 在这个博弈之中 习近平和李克强中国国务院总理之间 是有着分歧的 所以倪岳峰是不是在选边站呢 一边乡能够看到今年四月份旅行以来 倪岳峰他治下的河北省 已经两次被中国国务院批评了 一次是说你的高速路口管控太严 层层加码了 另外一次又被国务院点名批评 给了警示 说你违反了中国国务院的 九不准相关的规定 所以看上去啊 那倪岳峰被李克强盯上了 他内心的压力应该是不小 河北省的疫情防控之所以备受批评 包括在社交平台上 也能够看到这一点层层加码 一刀切的情况非常的严重 那很大程度上就是河北省的一个存在 是作为北京首都的政治的护城河 确保北京在疫情中的安全等等 所以明镜追击在此前的一期节目中就提到 国务院比较平密的来警示河北省 是不是意味着李克强就要去撼动 北京的所谓的政治护城河呢 因为只有把河北的疫情防控松动下来 才能够释放比较明确的信号 给到各个地方的大员 才能够在疫情防控中松一松 进而云出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智力 去稳经济大盘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河北省参照着第九版的新冠病毒肺炎防控方案 来做来放松防控暂停常态化的核酸筛查 那也可以理解成为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是得偿所愿了 另外一边就要看倪岳峰和习近平之间的关系了 倪岳峰是安徽的安庆人 今年九月份满58岁 他是非常典型的专业学者型的官员的出身 他16岁就已经开始读本科了 29岁时候获得了清华大学的工学博士 那么习近平根据中国官方的资料 他也是清华大学的博士 所以这个就是倪岳峰和习近平的一个交集 是清华系 又是习近平的所谓的博士学弟 另外一点呢 在倪岳峰的仕途之中 他在福建的从政经历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他又是习近平明哲系的官员 比如说2011年倪岳峰是空降 做了福建省的副省长 协助分管农村农业工作 并在次年 那就是2012年当选了18届的中央候补委员 2013年的时候 倪岳峰就转任福建省委常委纪委书记 2016年他出任福建省委常委 同时担任福州市委书记 而习近平曾经在福州市委书记的任上 是干了6年 所以从倪岳峰的仕途来看 虽然他在担任河北省省委书记之前 是担任中国海关总署的署长 这个是中国国务院下面的一个政部级的机构 但其实呢 他的仕途那与习近平关联是更多的 往前看4月底 那倪岳峰新冠上任三把火 反复强调疫情防控 是压倒一切的政治性任务 那么短短两个多月三个月还不到呢 情况或者说口风就已经变化了 所以作为习近平的嫡系部队 作为中共中央委员 那倪岳峰是不是在对外界放出风声呢 就是说习近平也有所改变了 那还是得把抓经济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 长台化核酸筛查 那确实也很难搞下去 没有办法维系了 当然又回到习近平在武汉的说法 很有可能呢 就是打左灯往右转 或者说呢前进两步又退后一步 当然现在就倪岳峰他的作用来看呢 海外的一些舆论 包括媒体啊自媒体是存在不同的看法的 有一个声音就是指 李克强和习近平围绕着 到底是抓经济还是抓抗议 存在着非常激烈的博弈 那么倪岳峰等于是倒向了李克强 就是说中共中央委员中的第一位 地方大员中继郑山节之后的第二位 那究竟会不会有这么激烈的路线斗争 或者说政治斗争呢 明镜追击联系了一位 副部级的央媒的退休的官员 他表示那中国的疫情防控 总体来说放松 这是没有疑问的大势所趋 另外一位党校的教授则表示呢 根据他的观察和研究 那么李克强和习近平的所谓的斗争 是不属实的 另外也有台湾的学者 台湾郑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 寇建文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看上去也是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那么寇建文就特别认为 受中美关系紧张 俄乌战争爆发 以及中国疫情反复 经济承压等多方面的因素的影响 中国今年上半年 那以来呢 可能是面临最大压力的时期 但这并不意味着说 习近平的地位有所动摇 寇建文也是做了一番研判 他认为直到近期 习近平仍然在中国的经济 内政外交等重大课题中 主导着发言权 李克强公开露面的次数 虽然有所增加 但无论是召开十万人电视电话会议 还是到地方调研就业的情况 仍然是在他主管的经济领域活动 权力的范围并没有扩大 所以寇建 基于这样的研判 那么寇建文就认为 当前中国的局面 更像是说 在政策优先度上 做出了某种调整 将经济拉到与防疫 同等重要的层级 让李克强 有更大的空间去发力 而并不是所谓的 习下礼尚了 所以他也是否定 中共的高层内部 有所谓的激烈的路线斗争 那么关于李克强 是不是有可能在总理人选中 发挥更大的话语权呢 根据这位台湾学者 寇建文的说法呢 就是即便李克强 或是党内的其他高层 有重义的接班人选 但最终仍然是需要 习近平点头同意的 媒体包括海外的舆论 普遍认为 李克强现在比较看重 或者支持的是胡春华 那么胡春华呢 确实接班李克强的可能性 现在看上去是比较的大 一方面他是1963年出生 是目前政治局仅有的 三名60后的委员之一 在年龄上是有明显的优势 而且他在西藏和内蒙古等 边疆地区工作的经历 也是中共高层 是比较看重的经验 那么他又得到了 李克强的一个加持 所以让他的竞争优势 会更加明显一点 至少说和李强相比 他会有一些独到之处 但是胡春华的共青团的背景 是有可能成为 他进一步晋升的阻碍 至于李强呢 现在也是台湾学者的说法 就是李强 因为这一次上海的疫情失控 导致了封城 那么封城以后 对上海的经济和社会秩序 造成了严重的冲击 这都给李强的仕途 增添了不确定的因素 而且从技术层面来看呢 中国是在李鹏以后的总理 所有国务院总理就任之前 都是先当过副总理的 所以如果李强 直接从上海市委书记 月升总理就会打破这个惯例 那么陈敏尔也面对 同样的接班的门槛 接班总理的问题 所以从这个技术层面来看 包括疫情防控的 经验教训角度来看呢 李强最有可能是 接替他的前任韩正 来担任常务的副总理 主管具体的经济工作 而现任的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 则有可能出任下届的总理 虽然他已经年满68岁 但是七上八下 只是一个惯例 并非是明文规定 而因为李克强 在一系列的稳大盘 稳就业促进民生的过程之中 韩正都是明确支持李克强的 所以李克强也有可能 投桃报李 在未来的总理的人选之中 去推荐韩正 所以这就是几个人的竞争关系 以及李克强可能发挥的作用 最后再回到疫情防控本身 当然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吧 对于中国绝大多数地方来说 因为人力物力财力的有限 要想做常态化的核酸筛查 是很难的 是难以维系的 所以退出这样的一个筛查 其实第九版防控方案的 一个明确的规定建议方案 同时可能也是地方上最现实的选择 接下去看看河北之外的一些省份的情况 河北总体的情况是向好 但是在中国长三角的这一块地方 安徽省 浙江省 以及江苏省 三个省 疫情都有所谓的扩散 那么根据各个地方 7月24日汇总的7月23日消息 这三个省 一共有16个地方出现了新增的病例 累计的确诊病例是149例 无症状感染者910例 总体给人的感觉 就是奥米克戎病毒防不胜防 那么这三个省十几个地方 它疫情最早追溯下来的 是从安徽省 宿州市的四县开始的 6月26日左右 就不断的发展下来了 那么累计 仅是四县就有800多例了 那么它最大的 让官方感到头疼的问题 就是说疫情源头不清 底数不明 所以也没有别的办法的选择 按照中国现在疫情防控的做法 就是第一时间来实施社会面的管控 全县的静态管理 人员足不出户 那简单的说 就是给它分控起来了 接下去浙江省和江苏省 也有了病例 尤其是江苏省的无锡市 那么是江苏省目前最多阳性的情况 一共有138人 根据无锡官方的说法 无锡这波疫情的源头 是与安徽省的四县疫情病例基因组序列 是高度同源 那等于就是说四县的外溢到了无锡市 那么无锡市可是中国长三角的经济重镇之一 除了长三角这几个省份城市之外 那么在过去的一周之内 疫情也在中国北方西部相继发生 比如说山洞的青岛市 陕西的西安市等等 不完全统计 六省十五地在过去的一周又出现了疫情 再回到安徽省的四县 其实前面也已经提到了 安徽省在整个中国范围之内 是比较早的提出了要放松常态化核酸筛查的这个省份 包括几个城市 合肥 淮南 淮北等等 都是比较早的 就不查核酸的 但是现在呢 因为疫情又回头了 所以可以看到安徽省委书记郑山洁是比较的急 当地媒体就报道了所谓的深夜突发 安徽省委书记郑山洁就表示 要举全省之力打赢四县的疫情防控 攻坚 歼面站 他去到了四县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听取了省防疫办 诉诸室汇报等等吧 中国卫健委的副主任也已经去到了四县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从一个县城 疫情防控已经提及到了国务院 所以如果说中国最高角色层的 疫情防控的总的策略不变 那地方上的官员压力会比较的大 而像郑山洁这样有一些自选动作 来放松防控的政治上的风险 也是客观存在的 那么现在四县它作为一个县城啊 突出的问题就是资源不够 这个县城的常住人口大概是76万人左右 那么这个县过往一周啊 做了五轮区域核酸的检测 共采集的样本是263.97万人次 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采集了五次做了五次核酸筛查 那每次平均下来呢 大概就是53万人每一次 那么它的常住人口76万人 76减去53意味着每一次呢 还有20多万人其实就没有去核酸筛查到 所以这样的核酸筛查力量的不足 导致不少人就没有筛查 那根据过往上海的一些经验可以看到 那其实这样的核酸筛查呢 意义又不大 因为又做不到全员的核酸筛查 所以最后的办法就是把人分控住 来切断所谓的穿播途径了 所以这个就是走上了回头路 用专业人士接受中国大陆媒体采访的时候的表达 就是呢 在一定意义上来看呢 中国这一轮疫情 它所显现的就是一个残酷的现实 那就是呢 北京上海付出的沉重代价 所获得的防控经验 事实上是没有办法直接移植到其他地区的 比如说四线 它的资源是有限的 它的人力是有限的 那只能说各个地方来进行持援 但是安徽省内部持援的话呢 如果说别的地方疫情又起来 那持援的人又得返回 所以这个就是无穷无止的折腾了 那同样专业人士就提醒了 这就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了 而且随着感染力更强的奥密克戎的新变种 在全球的蔓延到中国也只是迟早的 那么究竟如何保证经济的正常运转和疫情防控 这两者之间的一个所谓的统筹 一个平衡的把握 这条路将注定是越来越难走 当然就四线而言 因为它的总人口是76万 而且官方现在采取的措施呢 也是比较的直接 就是封控 所以一般的说法呢 那它并不是那么难把它控制下去 20天左右吧 四线的疫情可能呢 又会把它消灭干净 除了反反复复的封控这个话题之外 其实在中国社交平台上能够看到 围绕着安徽 围绕着四线的疫情 现在比较多的一个猜测 就是所谓的偷毒说了 声浪可以说越来越高 那就是有这样的疑问呢 为什么刚刚停止一周的长达化核酸筛查 此前差不多有一些地方一个月没有疫情了 为什么又突然有了阳性的案例了呢 有了阳性的案例 为什么又诉不到源头了呢 这是不少一些网友的疑问了 这中间固然与奥密克戎的感染性强 隐匿性强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有些人他没有太多的症状 也搞不清在哪里被感染了 而且地方上特别是些县城 其实也没有太多的专业的资源 去进行所谓的溯源 当然网友另外一方面 他疑问的来源就是说呢 在中间是不是有一些核酸检测的机构 和某些官员有利益的勾连 甚至存在着主观上去散读的可能性 那现在这一方面被质疑的是比较的多的 不少社交平台上的声音 也希望官方能够介入调查 这中间比较突出的一个例子 就是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啊 中国检测方面的一个龙头企业 金玉医学就被河南宇州的官方 发了一个紧情的通报 说这个公司 河南分公司的负责人啊 涉嫌病毒传播 但是最后呢 不了了之 明镜追击也曾经尝试去联系 宇州的警方 以及金玉医学的总部 那么获得的消息就是 结果已经出来了 但是不向外界来披露 所以搞的就是非常的神秘 这中间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 外界并不清楚 当然此后 北京包括最新的辽宁 都对检测机构 有一些比较重手的处理 所以似乎也不排除 一些核酸检测机构 浑水摸鱼 借疫情发财的可能性 所以就像一些网友所说的 那接下去看看河北 看看石家庄吧 把常态化的核酸筛查停下来 会不会有所谓的疫情的反弹 然后看看疫情又从哪里来 真的是剪不断 历还乱 人们已经是疲惫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明镜追击 谢谢朋友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